每一個人都在為同一個目標在努力啊 然後我們都不服輸 代表出去卻有責任要把冠軍帶回來 覺得我們做得到我們就一定要做到 因為我們學校是普通班學生 拔和隊的保重生必須要上正課 所以我們只能運用 早上18點以前一個小時 即5點過後 晚上9點前練習 其實我們重點訓練時間是在 六日即寒暑假 我應該講說比較專事啦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要求非常的多啦 動作啊 所有的技術啊 希望能夠接近完美 所以在這兒一路過來學生很辛苦 每次苦都吃補 我覺得辛苦的時候一定都會有 那尤其是在選手低潮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痛苦的 因為就感覺怎麼拉就是都拉不好 那我覺得很慶幸有這群學妹都會互相加油 互相打氣 加油 快到了 快到了 好 到 剛開始就是手會破掉 很痛苦就是手一直破一直破 然後包起來然後繼續拉的話還是會很痛 然後教練啊還有同學跟學姐 他們就是一直鼓勵我啊 然後就跟我說 既然都到這裡了 那就把它做到最好 八個人一條線啊 一直在這條線上面 出力啊 發出我自己的夢想 來吧 青春的心靈緊緊相细共同扶持 緊美女中拔河隊為台灣體育寫下了一頁燦爛的歷史